今天的经文在《菲利比书》第3章3到16节 我是以色列族遍亚门支派的人 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塞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仪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而行 弟兄姊妹,请你们每天都读圣经 除了读圣经以外,还要加上祷告 我有一次讲祷告,我讲到祷告是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的 不是单向的我一个人在那里说话,神在那里听 祷告应该是双向的 我祷告的时候不讲太多的话,以致我可以安静下来 让神也可以在安静中向我讲话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疫情与爱国 现在有两个问题,基督徒应不应该爱国? 假如应该如何爱国? 因为这个是疫情激发出来的问题 因为疫情激发出中美中澳的关系 还有哪一个国家处理这个疫情,这个效果怎么怎么样 使我们常常去辩论,或起码是讨论这个国家的问题 是中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澳洲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承认,假如国家强大呢,对人民是有好处的吧 国家强大,使人有一种自信 我曾经接触过很多其他的民族 我发现在澳洲的其他的民族呢 特别是假如他的祖国是不强大的,很弱的呢 或者是很腐败的,很贪污的 他的自信心也很低 我接触过一些越南人 不是越南的华侨,我是越南人 我接触过缅甸人,还不是缅甸本身的人 是缅甸里边的少数民族 我发现他们的自信心非常的低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国是非常弱的 但是我接触一些其他的移民呢 还有德国的移民,在澳洲的德国的移民 荷兰的移民,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自信心很高的吧 还有韩国的移民,日本的移民 他们的自信心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吧 因为他们的国家比较像样 因此呢,我发现呢,华侨特别爱国 其实什么侨都特别爱国的 比国内的人民更爱国 因为祖国强大呢,强大不强大 对我们,假如你在国内呢 祖国强大,你也是这样的过日子 但是假如我们身在外国呢 祖国强大,我们就感觉到有面子 我们就感觉到人家看得起 我们就是怕人家看不起 我们就自信心会提高 这个我非常的理解 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看圣经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指引 因为基督徒是有两重的身份的 一个是中国人的身份 另外一个是基督徒的身份 到底这两个身份哪一个轻一点哪一个重一点呢 还是两个都是那么平均呢 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 那我们看圣经的指引呢 首先第一步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旧的身份 这是第一步 提醒我们有个旧的身份 这个旧的身份呢 是生来如此的 第四到五节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 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隔离 我是以色列族 辩雅民支派的人 那么这里呢 圣经 虽然没有说 这个身份呢 是旧的身份 但是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 你们发现先前怎么怎么样 现在怎么怎么样 先前就是出生出来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身份 这是一个旧的身份 那么这个就是靠肉体的身份 什么叫靠肉体呢 按照圣经的词汇呢 靠肉体就是你生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你的身体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保罗说 他生出来就是个以色列人 是遍雅民族的 他说他第八天受隔离 因为以色列的男孩子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遍雅民支派呢 就是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的 其他的民族没有的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也可能就是 也代表一种的地区 但是遍雅民这个地区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 你看这里就是以色列的国家 但是他十二个支派都写上 什么犹大呀 伊法莲啊 马拿西啊等等 但是呢 其中有个很小的地区 叫便雅民 你看到吗 在犹大上面的很小的 便雅民 这个便雅民这个地区呢 是最小的 但是它是个非常有名望的支派 因为里面出过很多的勇士 所以保罗说 哎 我可以夸口啊 我是便雅民支派的 啊 这样子的 啊 同时呢 我们发现了 这个保罗很有很有一种爱国的热情 当时啊 第五节到第六节 他说我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就是说我会讲西伯来话的 犹太人的语言叫西伯来话 有很多犹太人呢 到了希腊的时候 到了罗马的时候 已经不会讲西伯来话了 他说哎 我还会讲西伯来语的 就好像我们在澳洲生的孩子们 假如他们还会讲中文讲的非常流利的 哇 那这是 呃 也有这种人的啊 那真是非常好 啊 就律法说呢 我是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是最热心于犹太人的文化的 所以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热心到一个地步呢 你谁反对我的文化我就迫害你啊 你看这里就是一些法利塞人啊 他们是非常热心的 他们这群人其他人呢 就是背着我们这些人呢 这不是法利塞人 常常被他们教训指责的 你看你们都不遵守我们的律法 怎么怎么样啊 他们是非常热心的 假如今天我们有一些非常热心于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啊 往往啊 看见有人反对了 他们就是大声骂大声指责啊 说中国是世界第一啊 好过所有的西方国家啊 怎么怎么样啊啊 西方国家现在都不行了啊 那么我们非常热心有 现在还有这种人的 就算基督徒当中也有的啊 是日有种爱国的热情 不光如此保罗还有一种爱国的行为 所以他说就律法上的寓意说 我是无可指责的 这个意就是行为好行为啊 保罗以前所做的都是根据律法 而到了无可指摘的地步啊 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呢 他的家具全是中国式的从中国进口的 他穿的他不穿西装洋服 他全部是中国的服装 吃的全部是中国的饭菜 看的是中文书听的是中国音乐 他所行的是中国传统的忠孝仁义 礼义廉耻等等啊 这个人可可以说是爱国了啊 他的行为非常的爱国 好这个是我们的旧身份 但是保罗说呢 除了这个以外 圣经还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 这是个什么身份呢 这个并不是出生来的 并不是生来的 第三节说 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这个新的身份呢 不是靠肉体的 不是生来的 是后来神的灵 就是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边 使我们的真受隔离 就是不再用好像以色列那样子 在男人的身上隔一刀 就成为一个隔离 所以我们是以神的灵敬拜的 我们是有所夸口的 我们不是夸以前的东西 我们是夸耶稣基督的 这个不是生来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一个人呢 其实有四种 四重的身份的 应该有四重身份的 第一种最基本 第一重的身份 就是性别身份 就是sexuality 这个是生来的 就是你到底是男还是女 就好像这两个孩子 你是男就是男 是女就是女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身份 不应该把它混乱了 混乱了就不好了 那么第二种的身份 也是生来的 叫民族身份 英文叫ethnicity 这也是生来的 也是by birth 这个也是不能改变的 这个是我们要接受的 你生来 何不说我生来是中国人的汉族 我不是回族 我不是蒙古族 我不是遗族 那么这是我不能改变的 我生来就是这样子的 我要接受的 你看这个图里面 就有各种的种族 你假如看看每一个人的脸 你发现他的服装 各种族 这是你不能改变的 这是我们都要接受的 这本身都是生来的 但是第三种的身份 就是国家身份 nationality 这可能是生来的 但是也可能是选择的 by choice or by birth by birth by choice就行 好比说保罗 他生来就有罗马籍 但是今天我们在澳洲的中国人 很多人我们就入了澳洲籍 好像我也是入了澳洲籍 我们就得到一个澳洲公民的证书 我也有这个证书的 这个是可以选择的 保罗也因为出生 他就是罗马公民 罗马籍了 那么这个是第三种的身份 但是呢 还有最后一种 一种的身份 这个是不一定个个都有的 这个叫灵性身份 之前的三个是性别民族国家 这个是灵性的身份 叫spirituality 就是说什么是灵性的身份呢 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个是灵性的身份 这里有一个护照 这个护照不是真的 这个护照是有人画的 下面写的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神的国 下面这几个字 就说 假如你是神的国 神国的子民呢 你就有了一个神的天国的护照了 你可以进天国了 将来也可以回到天家那里出来 那么这个身份呢非常重要 它不是by birth 它是by grace 它不是生来的 它也不是你争取而来的 澳洲的国籍你可以争取而来的 但是它是靠恩典而来的 这个呢非常重要 假如你没有这个身份呢 没有这个灵性的身份呢 你一生会不安的 对 是by grace 一生都会不安的 你不论你是有了之前的三个身份 加上还有学问 有钱有健康 都不行了 最后始终会叫你不安的 这个不是靠争取 那是靠恩典的 你必须要靠恩典 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白白领受 就好像这个图那里说 by grace 靠恩典 那么你有了这一重的身份呢 那就不同了 第七到第八节 只是我先前一位于我有依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都当有损的 先前那三个身份呢 不是本身有什么不好 在比较之下 与基督比较之下呢 你就感觉到它是有损的 这个损呢不是损害 不是有害处 是损失 就是说你得到它最后也会 也是一种损失 你太强调它呢 你就是有损失了 所以保罗不以他们夸口 就是说这种的新的身份呢 是明显高过其他的身份的 高过我们的男女的身份 高过我们民族的身份 国家的身份 就是你得到澳洲国家的身份 你也比不上这个新的身份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是自保 第八到第九节 因为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自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着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信神而来的义 这个耶稣才是自保 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呢 我们以很多其他的事情为自保 以我们的国家身份为自保 以我们的民族身份为自保 以金钱 以房屋 以我们的车为自保 但是认识耶稣之后呢 不当是 不光是那是身份 就算一切万事 都丢弃万事 万事都看为是粪土了 得到一切 得到万事都是损失 因为这个身份 大大高过我们的民族的身份 高过我们的国籍的身份 你看这里有一个鑽石的戒指 有很多鑽石的话 是不是个宝啊 可能你有那么一个东西呢 你就感觉那是自保 不是 那是以前的东西 以前的问题 现在呢 耶稣你看 得到耶稣才是 才是至保 因为耶稣给我们永生 因为他为我们 把他的生命也给了我们 耶稣才是至保 这是这个新身份 跟旧的身份的不同 然后圣经又有第三个指引 就是说这个新的身份呢 还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目标 不是说得了这个身份就完了 我们还有个目标的 一个人应该有目标的 这个目标叫我们不断成长的 保罗继续的说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可以 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保罗在这里说呢 就说我们要与耶稣呢 一同受苦 又一同活过来 又受苦 又有神的大能 这里有一个 有两个字 十一节那里说 或者 这个或者并不是说 哎呀 或者我也可以死里复活 这是一个语法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 其实是一定可以得到的 这是个 就是原文的语法 就是为要 得以从死里复活 复活的意思 各位弟兄姊妹 这种的经验呢 是一种又苦又活的成长 就是又与基督受苦 又经历他复活的大能 又苦又活 我自己信了耶稣之后 我爸爸反对我 信耶稣 反对我到教会去 后来他更反对我去做传道人 我为他常常祷告 为我的家人 他们都不相信耶稣 我受了很多年的苦 但是呢 那真是 这是好像要死的呢 那种的感觉了 那最后呢 他信耶稣了 我亲手替他施洗的 他信耶稣了 哇 我就活了 好像复活那样子 各位 除了我爸爸以外 还有其他的家人 我的大哥大嫂 都现在都信了耶稣了 哎 这是经过很多年的苦 我终于活过来了 这个是一种又苦又活的成长 因为耶稣基督你看 他复活了 他向这个 莫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本来这个玛利亚很伤心的 一位耶稣的尸体 谁把他偷了 他很苦的 但是后来耶稣一呼唤他 他才知道 哎呀 这个是耶稣啊 耶稣原来复活了 那他的心也复活了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我们的成长当中 都应该有这种 又苦又活的经验 这个是很好的成长 这种的成长呢 还包括我们有一个标杆的人生 有一本书叫标杆人生 很多人看过的啊 12到14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 这里又有一个或者了啊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或者 这个是语法上的 就是可以得 可以得着 基督耶稣可以得着我的 这个 这句话有点不清楚啊 意思就是说 可以得着基督要我得的 就是基督耶稣对我的生命 有给了我一个目标 他要我得着 向哪个目标去跑的啊 所以第13节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啊 就是忘记背后啊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目标 就好像这个图 像他们在那里赛跑有个目标的啊 不是乱跑的啊 他们你看都朝着一个方向跑的啊 神给我们一个目标 以前我没有信耶稣之前 我的目标是家庭 我要叫我们的家庭 我们信孙的这个家庭光荣 我要赚钱啊 啊怎么怎么样啊 呃我们的家的道德都很好的 我们孙家很多人提起来就 哎呀那个信孙的家 真是他们的儿女多好 怎么怎么样啊 我现在我一些兄弟姊妹 他们也是以这个为目标的啊 或者我们以自己的国家啊 民族为目标啊 你看我们的中国怎么这样多棒 或者我们以澳洲为目标 你看澳洲多好天气多好 澳洲的产品多好 澳洲的空气多好啊 多安定啊 但是现在呢我们的目标是基督耶稣 啊 并且呢 人人都应该这样子 保罗说不是我 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子啊 15到16节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这里的完全人并不是说完美的意思 是成熟的人 就说你假如没有这个目标 你就不成熟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一种基督徒的目标的 就是为了基督的 为了荣耀基督的 为了跟随基督的 要跟耶稣一同受苦 一同复活的 如果在什么世上存别样的心呢 别样的心呢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这个很重要 此就是这个这个目标 以基督为目标 以基督为目标 假如你存别样的心呢 神最后也会告诉你 以基督为目标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标 16节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什么地步行 但是我们不能够一步登天的 一步就很成熟 那不可能的 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目标 好不要紧 但是慢慢一步一步的走 到你成熟了 你就有这个心了 你就以基督为你的目标了 好 那我们做一个结论 我们的结论很简单 民族优越感 或者在教会里中 当中是没有地位的 因为第二十节那里说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我们不是等候中国更强大 等候中国民主 我们不是等候澳洲更强大 更富有 我们是等候耶稣基督 虽然我们也希望澳洲更好 中国更好 虽然我们的 我们不是 我们心不是黑的 我们的民族优越感 是没有地位的 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地上的国民是暂时的 天上的国民是永久的 我们也不应该以地区 有地区优越感 就好像保罗说 我是遍雅民族的 这个也是一种旧的身份 我们也不应该说 我是来自北京的 我是上海的 我是香港的 怎么这么 我们就以自己的地区 为优 给我们一种优越感 这个是没有地位的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确实天上的国民 这个是新的身份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在德国念书 在慕尼黑 我在那里两年 我参加一个德国人的教会 参加他们的青年团契 因为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有一天我对他们说 我要走了 他们吓了一跳 他说 你在哪里去 我说我要回香港 他说 你到香港去干什么 我说我不是到香港去 我是回香港 他们说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 你们不知道吗 我第一天来的 我就告诉你们 我是香港人啊 我是个中国人啊 你看我的头发 是跟你们不一样的 你看我的皮肤 是跟你们不一样的 我是个中国人啊 我是从那边来的 我要回去啊 我现在完成了我的学业 我要回去啊 他们说 哦 我们从来都不感觉到 你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就就就就 就是没有想到 你是个中国人 我就感觉 我们就感觉到 你是属于我们的 你是我们的一份子啊 后来他们去送我的飞机 大家都非常的伤心 那一个经历 各位弟兄姊妹 给我忽然有一种 新身份的意识 就是啊 他们是德国人 我是中国人 但是这个就是旧的身份 啊 你看这里有两个 这里真是德国啊 澳洲的家庭不是那么小的啊 有两个德国人 他们还打领带的 澳洲人不打领带的啊 有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那里 请他们 跟他们吃饭啊 我不知道这个 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了啊 但是我的确是在德国 有个很美好的经验 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个外人 从来都是把我当成是他们的弟兄 我们一同的笑 一同的去买冰淇淋 我第一次吃这个pizza 是在德国啊 团企散会之后 我们到街上在一个店里 买一块小小的pizza 在那里吃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说pizza啊 这忽然间我我有一种新身份的意识了啊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新的身份 超越了我们的旧的身份 那基督徒到底应不应该爱国呢 啊 也爱的 并不是我们不爱国 这个绝对不对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爱国呢 罗马书第九章一到四节 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谎言 以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保罗是对他自己的国家 对他自己的民族 是大有忧愁 非常伤痛 为什么呢 第三节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他的同胞啊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就是说假如他们信耶稣 我下地狱 我也愿意啊 他们是以色列人 是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约 律法 礼仪应许 都是他们的啊 就说保罗是非常爱国的 他怎么样爱国呢 第十章第一节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就是需要以色列人得救 这个是他爱国的方式 要把一个新的身份 给他自己的同胞 这个应该是我们爱国的方式 我们要求的 所求的 乃是我们的同胞得救 那是不是那么简单啊 那么狭窄啊 除了这个 就是希望全中国的人得救啊 是不是除了这个没有别的 也不是 也并不是那么狭窄的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那里说 保罗对提摩泰 又是个保罗啊 对提摩泰说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 代求逐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几句话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为君王还在位的祷告啊 使我们可以敬虔 敬虔就是有宗教自由 可以有宗教自由来敬拜我们的神 来进行我们的信仰的生活 端正就是有尊严 国家不会勉强我们的撒谎 端正 平安无事也很重要 就是没有什么政治运动啊 没有什么暴动镇压啊 也没有国家也不会发动战争啊 半夜也不会忽然有政府派一个人来找我 谈话呀这样子 各位啊 我们应该为澳洲为中国祷告 不论你认为你是澳洲人 因为你得到澳洲籍了吗 或者是你还是中国人 好像我 我两样 两样都是 我常常为中国祷告 为澳洲祷告 希望我们能够敬虔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到底宣扬什么东西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这里又讲到我们的身份了 是属神的子民 子民就是国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宣扬什么东西呢 一个有目标的基督徒 应该有东西要宣扬的 世俗我们宣扬中国多好啊 多强大啊 管理这个疫情多有效啊 你看青岛发现十几个感染的 就全个事都去测验了 多有效啊 也不是宣扬我们澳洲生活多安定啊 福利多好啊 房子多大啊 我们不是看不见的这东西 我们都高兴 但是我们宣扬的应该是神的美德 就是神的美德 他这个这位死人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的他的美德 你看我见过一些夫妻 两个快快要离婚了 信了耶稣之后 哎呀两个就又两个好多了啊 我在墨尔本认识一对夫妻就是这样子 他说他们现在比谈恋爱的时候都好啊 因为两个信了耶稣 多奇妙 这种奇妙的光明啊 我也认识一些人以前撒谎撒得很厉害 现在不撒谎了 你说多多么奇妙的光明啊 我也认识一些基督徒以前是赌博赌都很厉害的 现在又不赌博了 完全不夺了 这是多么奇妙的光明啊 各位弟兄姊妹 我啊 我们要宣扬基督耶稣的美德 神的美德 就好像这位呃 女士 你看她有有东西宣扬的吧 所以看你宣扬什么啊 你宣扬什么就表示你强的 你是重视哪一重的身份 圣经要我们重视我们的新身份 就是我们的灵性身份 请大家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我们本来是不配的 这个新身份是你白白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争取而来的 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 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证明了你的爱 我们领受他这个恩典就行了 这个新的身份是白白领受来的 不是我们争取来的 我们非常的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有这种新身份的意识 使我们能够以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夸口 使我们能够宣扬你的美德 但是我们同时也为澳洲祷告 也为中国祷告 希望我们在这两国家的人民 能够过得一个平安无事 敬虔端正的生活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